请同盖 向阳门 开门起飞 在简单继隆重的仪式下 此场街香音馆正式重返具有悠久历史的老街 逆风出离在敦礼孝市路的新地址 2014年10月的一场暴雨来袭 家具香音馆老建筑的裂痕 雨水更尽失超过三分之一的藏品和老街坊提供的文献资料 迫于无奈下 馆方无限期修馆花了两到三年修复文物 这回开馆还加入不少斑驳老旧的展品 都是20到60年代来自普长春班 仁静慈善百话巨社以及中华戏院等民间艺人所留下的文物 香音馆这回以老磁场老戏林的主题重新出发 展出当年老戏班的多种珍贵藏品 重现当年戏曲文化的风华原貌 这次的展出还有一个1950年代的这个布幕 这个布幕其实大家都知道广东大西有六国大风向 但六国大风向原来的布幕是怎么样 大家可能都没有看过 所以这是一个吉隆坡的一个老艺人所绘画的一个 非常大型的一个 我们说当时已经是3D立体的一个布幕 这次的空间感觉好很多 上一次的感觉好像比较破漏 感觉比较破漏 而且是好像占人家一半的空间 后面是咖啡馆 上次在咖啡馆的前面一小个空间而已 现在的感觉整个还有这个布局 看来有这个西班的这个样子 相比上一次是张吉安艺人独自立馆 相应馆这次在东门文化传译推广基金会的资助下 浴火重生 为了能够永续经营 这个文化保护也必须跟上时代的脚步 计划开设更多富有商业价值的课程 好比相应班 方言班以及戏曲班 让相应馆能自力更生 同时希望成为庞大的影音资料库 提供学者和研究人员参考文献 民间艺人他们的戏班都解散了 可是至少他们可以开班 可能有一些人想学两天三天的大戏怎么唱的 那刚好导游他们也希望能够让游客来 有这样子的一种体会 所以我觉得从商业的一种永续经营也好 文化的推广也好 我觉得两方面都没有冲突之下 我们希望能够让它经营下去 人口外流加上老街走向现代化 老店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咖啡馆和商店 相应馆希望借着重新开馆 继续肩负述说相应故事的重任 凝聚老街逐渐示威的集体回忆 八度空间李运祥 吉隆坡报道 吉隆坡报道 小工画 吉隆坡报道